我們就看到這個葉片 那葉片對植物來說是植物吃飯的地方 植物性化合作用 然後就是葉片 那葉片的話也是行蒸散作用的創作 那大家不要覺得蒸散作用是不好的 蒸散作用可以幫植物在體內創造出一個 可以運輸東西的一個動力 形成可以運輸東西的高速動力 然後再加上水分吸上來 然後蒸散可以幫植物降溫 我們動物可以去躲在樹液裡 躲在山洞裡 可以去泡澡讓自己降溫 植物沒辦法 所以還要靠蒸散把它降溫 然後另外的話當然有很大的重點 這植物上面的 這個葉片上的氣孔 可以讓二氧化碳進來 那這樣它才有原料給形光合作用 所以其實它有植物沒腦 不然還真的很煩惱 就是我葉片到底要大面還是要小邊 是要過還是要上 你不會想說葉片是太陽能板 是形光合作用的地方 是吃飯的加落 所以就長得很大片長很多 可是別忘了它也是蒸散的地方 對不對 葉片的面積 表面積越大 蒸散的效率就會越旺盛 那它土壤當中有這麼多水嗎 降雨有這麼多嗎 所以其實這是很麻煩的事情 那當然植物不用去煩惱 它只要能夠通過天子 它就活著下來 不然就會死 是不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開始來看一下葉子 那葉子的話就可以跟植單子葉植物葉 跟雙子葉植物葉 對雙子葉植物的葉子來講 也就是我們一般熟悉的葉片 剛剛最明顯的這就是葉片 葉片 然後支撐的這個叫做葉柄 然後其實呢 在這個芽的 在結的地方 這上面其實會有小小的葉子 然後其實我會用桶圓策畫 但其實在這一邊的話呢 其實它就會保護住 它就會保護住這個芽 所以這個就叫做拖葉 這個叫做拖葉 葉片它很習慣而作用的主要想做 就叫做葉片 但是有人會把它叫葉神 葉的神移 會叫做葉神 所以其實這個三個構造 就是我們講到雙子葉植物都有 雙子葉植物的葉片 如果都有的話就是完全葉 就是這三個構造都有 那對單子葉植物來講 那單子葉植物的話 它就如果有這個 假設你到山上看到這個芽花很漂亮 你要摘兩個來玩 那你會發現它其實不大容易被診斷 你就感覺好像要握著它 然後把它葉片這樣弄掉 然後把它戳起來 那你如果在弄葉片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它的葉片 好像會包在金上面 對 所以其實對單子葉植物來說 它就不是我們講的這個葉植物 它其實是一個東西 會包著金然後再長上 所以其實這個叫做葉翹 那當然它其實還是一樣有這個葉生 或者我們叫做葉片 所以其實它就沒有這個拖葉的這個概念 那麼葉片它到底植片會長什麼樣子 如果它植片就是很完整的 那這個叫什麼 這個就叫做單葉 那另外它就叫做副葉 這個大家應該 國小或國中有聽過這個詞 那副葉當然就有 就有譬如說長妝副葉 然後女妝副葉 所以其實它有各種單身副葉 它其實有各種不同的副葉是不是 那高中其實也沒有要講這個 那只是跟大家說 那你會看到它好像 是好多片葉子 結果沒有 它竟然都是一片葉子 那現在問題就來了 那我以後在外面看到 我哪知道它是好幾片葉子 還是一片葉子 所以它有一個重點就是在於 它是不是從金的結上面長出來 它如果是從金的結上面長出來的 那它就是一片葉子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一個拖葉 一個葉餅 然後它是從金的結上面長出來 一個完整的葉片有時候 接下來我講一個不一定 就是它從結長出來的地方 它那邊的葉餅有稍微一種的大一時期 稍微一種大一時期 不過大概我剛剛跟大家講這個不準 所以其實你要怎麼判對它是一片葉子 其實有時候還蠻難的 但我們剛剛講的很玄 學理上來說它就是從金的結上面長出來的 然後它有幾乎有拖葉 所以大致是如此 一片一片的葉子 那它在枝條上面的排列狀況到底是怎樣 所以它就會有這個一片一片的 我長一片你長一片 我長一片你長一片 那這個就是互生 那也有那種我們講好一起長 那這樣一起長的話 這個兩片兩片長 那這就是對生 如果長成一整圈 那這個的話就是輪生 例如說我像這畫這樣對不對 那像這兩片長在一起 這個就是對生 這就是對生 那如果說你一片我一片 你一片我一片 如果說你一片我一片 如果說這樣你一片我一片 那這個就變成是互生 那這個就是互生 那如果說它其實長了好幾片 好幾片葉子在上面 如果長好幾片葉子在上面的話 那這個其實就是輪生 大概就是如此 那這個的話就變成 有時候如果大家要 比較仔細的去觀察植物 或者說要做植物的分辨的話 那有時候就可以看一看這個 那例如說有兩種植物 非常像 它的裂面都很好看 那我們就說叫做這個 縫葉 然後呢還有另外一種是這個 那這個你看你要念七還是要念醋 那這兩種葉子集就非常像 就非常像 那有人會說什麼 什麼三葉五葉 那其實都不準 那真正準的是什麼 你要看它的花 看它的果 那如果花跟果你沒有看見 你可以看葉片 看葉片的話呢 其實對於這個來講 我們不管它是念七還是念醋 你把木不遮掉是不是清氣 對不對 清氣感情比較好 所以它就會對生 就會有一點點長在一起 然後這個的話你把木遮掉是因為風 風一吹一吹都會彎掉 所以就裡面會變成不用 所以這是對生就是木遮 好 相信大家如果有興趣就看一下 那如果有人只沾一片給你看 那這最難 除非你很厲害 平常都知道那是什麼植物 不然的話 光沾一片葉子有時候就不好可能變 你就要看看整個在枝條上面的葉序 經裡面的尾管樹就叫尾管樹 跟裡面的尾管樹差不多中柱 那葉裡面的尾管樹呢 葉裡面尾管樹就叫做葉脈 對不對 所以葉脈就是葉片當中的尾管樹 那當然最中間那一根最初 那個叫中勒 勒這個字有一寫錯 不要寫金或者是幫助的柱 都只有馬牌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可以看到 它整個這個葉片裡面 它的葉脈 就可以把它分成網狀脈或平行脈 這個應該國中或吃國家就吃過了 我想這個應該蠻容易的 那但是一般來說 這個雙子葉植物是網狀脈 單子葉植物是平行脈 那當然這個是一般來說 例外非常多 我有跟大家講過吧 例如說 它的花瓣是三或三的倍數啊 四或五啊 它是網狀脈啊 或者是平行脈啊 或者是說 種子蒙發的過程啊 種子會不會出土啊 那但是呢 真正沒有意外的 就只有單子葉跟雙子葉 其他的課程都有例外 其他的課程都有例外 你國中應該學過單子葉植物 跟雙子葉植物 會有很多的差異 但是你要知道 都有例外 只有一個沒有意外 就是 單子葉 雙子葉 所以它叫單子葉植物 雙子葉植物 它不會叫網狀脈植物 或平行脈植物 因為那些都有例外 對於鹹胎類來說的話 它的氣孔就是一個洞而已 所以關不起來 那氣孔有兩個保衛細胞構成 這一點很重要 它就可以藉由保衛細胞的膨脹跟萎縮 然後呢 就能夠讓氣孔打開或者是關起來 所以其實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 國中大家可以一直講 氣孔有兩個保衛細胞構成 你大概沒感覺 可是這一點很重要 氣孔有兩個保衛細胞構成 表示可以控制胎壁 可以控制胎壁 那它就可以收穫在比較乾的地方 那如果沒辦法控制胎壁 它就是一個洞 然後水就一直 從它就跑掉 你沒辦法把胎關起來一點 那你大概也就只能分布在 陰暗潮溼的地方 所以這點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看的是葉片的外型 看它怎麼樣叫做一片葉子 然後看它的形狀 看它的排列 看它裡面這個葉脈的走向 那接下來我們就切開來看 那切開來看 我覺得這個也簡單 因為這個國中就有 國中就有這個部分 就不再配方像畫圖了 我們從這來看就會發現 那葉切開之後呢 它就有上下表皮 然後上下表皮 中間夾子的地方就叫做葉肉 那當然上下表皮外面的話 就會有角質層 那角質層主要是蠟的成分 那動物的角質層 跟植物的角質層是不一樣的 例如說像我們皮膚外面有角質層 我們的角質層是老舊的細胞 被往外擠往外擠往外擠 往外擠所形成的 那但是對於植物來講 它的角質層就是蠟 蠟 蠟 蠟的成分 好 那另外的話呢 我們就有講到 那中間就叫葉肉 那這個葉肉呢 你就會發現 它其實就有 這個排列上面的話呢 就有比較密的 然後長膠狀的 這個叫做 柵狀組織 或者我們就叫柵狀細胞 所形成的柵狀葉肉 然後下面的話呢 細胞感覺 無規則的形狀 然後呢 其實它就有比較疏重的卡列 那個就叫做海綿組織 或叫做海綿細胞 所構成的海綿葉肉 那我們大家就可以想像 當然葉面風吹它會反啊 不過在一般的情況之下 它其實有這個上表皮跟下表 我們要跟大家講的是 你這樣看呢 假設就一個植物來說 這是它的基因 然後呢 假設的是雙子葉主 尾管樹排列成環狀 沒有 記得在這邊喔 排列成環狀 然後呢 我們是不是 假設是一個尾管樹 那當然植物在這邊 尾管樹會這樣排成一圈 對不對 然後排成一圈 我們看這一個 這一邊的尾管樹 那這邊是不是下裡面 就是植物架子 對不對 所以這邊就是下內 這邊是下外 所以這個是任禮物 這個是木植物 這這樣不能避免 那你如果它這樣繞一圈 對 你繞到這邊來講 假設植物在這邊 然後這邊是中間 這是水 位置 然後這邊是靠外面 對 這是木植物 這是任禮物 還記得喔 所以我們繞過來這裡 對不對 所以植物在這邊 植物的 基因在這邊 那這是一個尾管樹 然後呢 靠內是木植物 靠外是任禮物 對不對 然後你接下來可以想像 這樣下來 然後呢 分植出去 然後進到葉片當中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就是 進到葉片當中 就變成葉嘛 你要想 你想像一下根的尾管樹 葉的尾管樹 葉的尾管樹 其實它一定會全部支聯在一起 東西它可以從下一次慢慢用下來 所以就可以想像 就一個經來說 我現在是講這一邊的 所以這邊是外面 這是任禮物 這邊是裡面是木植物 然後上來之後呢 進到葉片當中 進到葉片當中 是一樣 上面是木植物 然後下面是任禮物 所以再回到這個尾管樹的部分 那如果是這一邊的尾管樹 你會加到後來是不是這一邊的尾管樹 這邊尾管樹是想來這樣過來 是不是想來這樣過來 還是一樣 下面是木植物 下面是任禮物 就跟它在經裡面的排列 跟尾部靠外 木植物靠內 是有關係的 好 那另外的話 當然除了這個之外 你也可以一起記 例如下面是木植物 下面是架狀細胞 對不對 因為台北有個地方 動物園很用 很像木架 是不是 所以木植物跟架狀細胞 然後下面的話就是海皮細胞 這個應該 或許想一下都會想不到 那另外我們剛剛很快就講到 這個表皮 那表皮的話 這個國中 因為很喜歡比較這個東西 所以我就沒有特別講 那表皮的話 是不是就由兩類的細胞所構成 就是一般的表皮細胞 還有特化了之後的這個保衛細胞 那保衛細胞兩個 就會構成一個氣孔 那另外的話 其實這個保衛細胞 它其實也有葉韻 這個表皮細胞就沒有 我想這個國中應該比較多 那保衛細胞有葉韻體 很大的重點 當然除了它可以形光的各種之外 有很大的重點 它就會偵測 一些光線跟二氧化碳 然後因為它氣孔關掉 就打開 除了跟正散有關之外 跟白天陽光牆的 我有同量來源的 那我是不是要打開 讓原料進來 讓二氧化碳能夠進來 所以其實它有一點光 有一點葉韻體 然後有一點色素 能夠偵測 然後自己的形一點光的作用 它自己就會知道 下面的葉肉要形光的作用 它會需要消耗 會要化碳 可是你大概就有一點概念 就是說 保衛細胞它有葉韻體 它可以形一點光的作用 是沒有錯 但是最主要是下面的葉肉 在形光的作用 那既然這樣的話 我們很需要依賴保衛細胞 然後形光的作用 對於光線 跟對於原料 也就是二氧化碳的需求 那個會控制它 氣口打開或是關起來 因為氣口打開或關起來 你的重點 並不是水蒸發的問題而已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很大的重點 就是白天氣口要打開 因為二氧化碳能夠進來 才能夠形光的作用 對不對 好 所以我想大概就是這樣 根的功能 就是這個物著給施受 那金的功能 就是支持還有運輸 那葉的功能 當然就是 增在形光和作用 那但是如果它有一些 額外的功能的話 跟根精的葉的主要是 我們會跟大家說 像這一種的話 它其實就叫做特化葉 或者叫做變態葉 其中的典範 例如說 雖然長的葉都要成癥症 除了防止水分的散失之外 還有就是防止動物的蠶食 那另外的話 那它的氣口怎麼辦 它的氣口就是在經 上面 晶 其實很多草本植物的晶 上面也會有氣孔 也可以控制這個氣孔的開閉 控制針散的進行 那另外的話 還有這個蠱蟲植物的一些蠱蟲葉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高度特化 經典的例子 八槍布 或者叫地井 地上的地井 舊的山的井 我們叫舊的圖書館 那一片牆上 本來爬滿了這個 然後它很漂亮 它會變色 這個會落葉 所以就是 曾經是北雲校園裡面 對隨著四季的變化 而在改變的一個風景 那現在大家拆掉了沒了 現在現在大家 好 那我們不管這個 所以這個的話不許大家不熟 我覺得另外一個例子叫商業 你小時候如果養過慘的話 就商業 我如果叫你畫一片商業 你會畫什麼樣子 你覺得商業長什麼樣子 除了邊邊有巨型之外 你有沒有發現 商業有一些是 比如像就是一層邊 然後有一些好像會列層 類似像風葉這樣子 有沒有發現 所以其實不同的植物 它有一些業形學能固定 有一些就會有很多樣的變化 那你自己就要有經驗 不然你就會看不太出來 好